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MKC新闻 我是后宜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宠物创业经营规划探讨 今年来国人因为生活方式变化 人口老龄化以及生活独立性增强 发展出特有的寂寞商机 宠物不再只是宠物主人的关系 渐渐的发展成具有陪伴功能的亲密伙伴 具有疗愈功能的宠物更是在市场中崛起 其中演变出许多拟人化的商品 无论是在规格或者是价格上 几乎与人的用品差不多 面对这个商机要如何能够掌握市场趋势 研发出新产品 善用政府资源及网络资源 并且藉由有效的管理来增进营运绩效 才能够创造出新的蓝海 而资金和通路是创业者最重要的关键 如何让萌芽的宠物创业梦能够茁壮成长 创造商机 从教导如何运用政府的补助资源 来强化本身的经营体质 大检视如何经营以及管理宠物店 以及电子商务的应用 来掌握市场卖动等三大主轴 来解决宠物创业者 在创业初期时会面临到的问题 在政府补助计划部分 例如地方型的SBIR计划 文化部的文创补助 以及商业司的SIR计划等等 都是创业者可以考量的申请标的 要能够在众多的提案中脱颖而出 除了本身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本职 够创新之外 在计划书的提案上 也要注意五大成功的提案关键要素 包括了计划的创新性 计划书的撰写技巧 主持人的简包能力 标的的正确 以及政策的趋势 依据计划书的大纲架构 透过创新的思维 逃入了企业的因应政策 并且利用重点的提示 让委员能够在短时间 审阅时抓住重点 并且引发兴趣 进而获得补助款 而政府的补助计划 除了在资金商的帮助之外 也是让宠物的创业者们 可以重新的省思来看看自己的创业规划 透过规划让自己更清楚 在创业时的种种项目以及细节 工作时间的安排规划 以及需要投入的资源 以及未来在经营上需要的资金数目 这样子才能够精准的降低 创业上所面临的所有风险 而在经营管理上 目前宠物业看似是辛辛蓬勃的产业 但是对于宠物的经营者来讲 已经面临到产业发展停滞 人才培育等等问题 为了避免在产业停滞的趋势中淘汰 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宠物店的定位 以及经营的策略 因为资金有限 顾客多变 只有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客群 再来针对客群的习性 把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定位在目标市场的确定位置 在经营策略上 因应多元复合的经营趋势 在服务的项目 门市的经营形态也要有所改变 另外由于宠物业的 宠业人员的留任度 非常的不稳定 因此除了建立合宜的工作环境 以及薪资水平外 如何再激励员工的激励因子 例如建构内部的创业机制 这才是留财的最大关键 并且在服务设计上 应该要注意服务接触的关键时刻 提出令顾客感动的服务 提升自我的竞争力 而在电子商务的运用上 则可以分为网路的行销 以及电子商务的经营两个部分 网路行销可以借由创造有价值的内容口碑 借由有效的降低顾客的说服成本 但在此之前 必须要回归到产品以及服务的本质 建立出拥有清晰特质的口碑 并且尽可能与实际的消费经验结合 透过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发挥行销的功能 另外就是将口碑的价值最大化 在电商经营的技巧则是锁定了目标客户 探索预期的目标 建立商品的专属特色 决定文案的风格色调 最后找出商品的独特卖点 由此建立品牌的知名度 创建品牌价值及精神 创业近年来一直是相当热门的话题 今天的主题是要让大家了解 其实是可以透过宠物创业经营规划的协助 让宠物业者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 本身及周围的资源的规划及应用 在未来的经营上获得建议 能够在各项的服务以及产品的标准上 建立制度 强化网络工具的应用 包装型企业的品牌 并且应用政府的资源 让企业能够更稳健的创新以及成长 如果您对宠物创业经营规划议题有兴趣的话 欢迎上MKC上面浏览相关的课程以及文章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后宜 我们下次见 拜拜